剛才我聽到有議員在問究竟這些外籍法官 懂不懂《基本法》,懂不懂香港的憲制秩序 我想跟這些議員說,就是別人識字的 別人懂看什麼是《基本法》的內容 不需要你去教,也不需要你去審查 他懂不懂香港的憲政秩序 別人要知道什麼是香港的憲政秩序 除了看《基本法》之外,也會看很多香港的案例 裡面也之前說過很多次,重複過很多次 香港是行三權分立的 香港是三權分立,是《普通法》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這些其實我相信不需要你去教,或者不需要你去問 別人做了這麼多年大律師,做了這麼多年法官 我相信這些這麼基本的,這麼是人都認識的 一些《普通法》裡面的原則,這些是很清楚的 我代表法律界,是表示非常支持今次司法機關 以及JORC所作出的一些建議 亦都是肯定Lord Hodge是一個適合的人選 亦都有相關的經驗去處理 無論是複雜的一些商業案件也好 或者是一些憲政有關的案件也好 我看到他個人的履歷裡面 無論是做大律師或者做法官的時候 他都處理過很多相關的案件 亦都希望司法機關是更加積極地去找更多資深的海外法官來到香港 因為為什麼呢?香港這個基本法裡面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除了行保通法之外 是跟其他保通法地區有著一個很緊密的聯繫的司法管轄區 緊密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除了會引用其他外國的一些案例之外 在外國的一些保通法的法院 亦都會引用回香港終審法院的那個案例去處理案件 那當然司法機關和我相信政務官都聽到就是 有很多市民對於現在香港的法治 對現在香港的司法的狀況是感到極度擔心的 所以剛才我的同事也都是去反映 現在香港人一般對於香港的法治的擔憂 當然當行政長官自己都說說是沒有三權分立的時候 一個我們走了這麼久的制度 他突然出來說說我們過去的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來是全部錯了的 這個你是不可以去否認 是會對香港法治 對香港國際社會 怎樣看香港的法治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在這裡 當然 我希望這些外籍法官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會繼續秉持去守住香港的法治 和三權分立等等的一些重要憲政原則 而這些法官他們到時是怎樣去行使他們的職能 這個是香港市民一定會看得很緊 亦都是會對於我們如何處理這些任命的問題 未來來說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次我們支持Lord Hodg的一個任命 是因為我們認為如果有外籍法官 好像他的背景質素 仍然在這樣來香港去做這個非常任首席法官 非常任法官的話 其實這個我相信我也都明白他們是背負著他們本地的一些很大的政治壓力 但是他們仍然都是願意來 我作為法律界的代表是表示感謝 亦都是希望他們能夠做好他們的本份任從道遠 這個希望司法機關能夠將我們的意見拿回去和該位法官表達一下 好 接著是何君堯議員 主席 我對今次的任命 我是表示投棄權票 我不是對Lord Hodg有任何意見 他那個法律的水平和那個成就是不容置疑 我只不過是提出一件事給我們的行政機構想清楚 在現時基本法下面我們有30個額度 現在連著Lord Hodg也只有15個左右 所以剛才已經提出了 我們應該要將我們的眼光擴闊 其他的地方 我只不過聽到你們經常說 我們會想 我們會想 新加坡跟我們那麼近 馬來西亞跟我們那麼近 一個都沒有? 30個位裏面一個都不能夠容納得到? 現在不是說額滿了等額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位 所以我不覺得是很被說服到 你說會不斷考慮 但實際上這個jog呢 我就覺得它是很狹藝的思想 第二就是毛孟正剛才批評到 英國的政客Lord Alton已經動員了30人 說要阻止Lord Hodg來接受這個委任 就算Lord Hodg他有興趣到面對這樣的政治影響 他們經常說政治不應該凌駕法治 或者什麼物物 英國現在正在做影響 但是你們完全沒有觸覺的嗎? 說回這件事 為什麼會要填Lord Hodg上去呢? 因為Spielgerman退出來 新聞報導了 因為他對NSL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是不滿 你說不是 表面上他給我們的官方回答 是沒有這樣的理由 但是我們不只是看那件事 你們政府更加春光水暖鴨線治 應該有動息的能力 那頭那個已經和你抵制NSL 我們應該要怎麼捍衛自己呢? 我們香港是 我們香港是有judicial power independence 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並不是三個 我們有三個權分開你不看我 我不看你 那個三權分立一定要是 局限回去那個正常的一個框架 不是無限放大 今天他們借題發揮 就說我judicial 現在麻煩啊 海外法官來到 我要監察你特首做事 這些完全是離經半導的 妖言或眾 在基本法裡面 以行政主導寫明了 剛才說的那個 article 19、 article 85 裡面 不是independent 不是judicial independence 那個是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他審理的案件是不受影響的 不是整個機構是獨立的 大哥 你不要扭轉這些人說 他現在還在吃我們的taxpare money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面 你要講清楚 Jorg 我們決定 提名 考慮 全部我們一籃子要考慮 但我覺得 現在Jorg裡面做的事 是很不夠透明 為什麼 如果Spielgerman 都對NSL National Security Law 這麼大批評 然後劈炮不來 我們完全一點知覺都沒有 Lord Reid在7月17號 公開剛才說的好像 Fern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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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張超雄 他 不好意思 張超雄就是 都說 他 他是 這個Robert Reid已經批評 說隨時劈炮都不來 那頭那個president都說不來 你去委任他那個 他那個 Vice President 那有沒有危機意識呢 如果真是 假設 真是有這個NSL的衝突 根本這條例是跟基本法 跟憲法 跟這個國際民權 和這個政治權利公約 跟這個社會 和經濟的公約 全部符合了 竟然 Nord Reid 是作為香港的 一個 Lon Permanent Justice 是香港中心法院一員 而是出了一個公開獨立的文件 來去批評 這個批評 這個National Security Law 是根本沒有這樣的基礎 因為這個條例 是符合了所有法規 也都沒有任何例在他面前 他已經指手畫腳 說我隨時可以劈炮 喂 你這樣的情況都沒有政治意識 還委任他的副手 如果阿頭說走的時候 你猜他會不會來 想清楚啊 是吧 為什麼我們不想的呢 所以我們說 現在要將那些東西 不要只是所有彈 放在一個law裡 30個 沒有問題 appoint law 麻煩你下次再過來的時候 我再問這套說話 你有沒有考慮 南非 印度 文萊 馬來西亞 新加坡 你看人家的水平低 你看看你自己的鏡子 你有多高 人家的水平低 我不會這樣說人家的水平低 多謝 葉建源議員 主席 剛才何君堯議員提到 基本法裡頭有說行政主導 我就揭來揭去 找不到基本法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相信何君堯這個說法 應該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48 蠢人 我們首先時間給葉建源議員 葉建源議員 你繼續說 好 我們稍後去核實一下 請各位市民也核實一下 究竟有沒有這個行政主導的說法 你繼續吧 好 我們今天在說的這個問題 其實整個司法的獨立其實非常之重要 在香港來說 整個香港的整個社會 我想如果我們沒有司法獨立的話 我們整個會散散 而司法獨立的一個支柱 很重要就是 怎麼能夠令到它 讓大家感覺到 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特質呢 其實這個司法人員的推薦委員會 就是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它的整個程序 都是在香港的法例當中 第九十二章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條例 有非常之厭的規定 我們整個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構成 就是司法的人員 我們的法官的委任程序 不會隨隨便便受到其他外界的影響 它是由一個推薦委員會 經過一個嚴謹的程序來做的 做出來之後 它不應該受到立法或者行政的過渡的干預 雖然這個人員 這些法官的推薦 是會交到來立法會 去我們討論 亦都會交給行政長官 他最後任命 但是這些的手續 其實都是手續來的 並不是一個實質的處理 在過去我們立法會裡頭 都曾經講過的 就是在2009年的時候 這是一個憲制的慣例 大陸司公會也提過 這個其實整個委員會的推薦 已經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程序 所以其實在我們處理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呢 在立法會裡頭 就是要確保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制度 運作是健全的 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我們並不是說在這裡 進行對法官的恩選 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選法官 但是我們要確保這個委員會 推薦人選也是這樣 就是它能夠推薦出來 是一個嚴謹的程序 行政長官對於這個法官的任命 也不是他自己去選法官 林鄭月娥最近曾經說過 她對法官有一個任命權 這個任命權其實是基於司法人員 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而作出的 並不是他自己去選法官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 只有一個司法獨立的制度 香港才可以繼續保持我們 整個社會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的制度司法獨立的制度的完善 和我們能不能夠繼續請到更多更高質素的海外的法官來到香港幫忙 其實兩者之間是互為恩果的 如果制度能夠確保越完善的話 我們就能夠更容易找到高質素的法官來到 否則的話 好像今次 32位英國的議員提出一個質疑 這個其實是一個警號 我們自己本身必須要做好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留意 就是基本法在這方面 其實有明確的規定 無論香港我們各派也好 或者中央也好 都有一個責任去維護這個司法制度 是得以繼續健全發展下去的 多謝 然後葉劉淑儀議員請 主席 我首先要回應一下張超雄議員和郭榮鏗議員 有關三權分立的錯誤理解 如果看看事實 香港從來都沒有三權分立 回歸前的憲制文件 英皇制告和皇室訓令都沒有說三權分立 而直到1993年 港督是立法局主席 可能你們太年輕 記不記得當時的司長 陳方安生、楊啟然 他們個個都是議員 主席你一定記得 港英政府確保他控制立法局 所以他等了官員和委任議員進去立法局 直到1990年 彭定江才把所有官員撤退 是彭定江、康不斷在洗腦 和想改變香港的制度 但是不成功 因為英國都沒有 英國哪有三權分立 直到2005年 英國的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英國的大法官 又是內閣成員 又是上議院的成員 我不明白 為何郭榮鏗這些 英國留學年 事實都不懂 還在亂說 我覺得不僅僅行政長官 要澄清 你們每一位官員 包括政制局長 都要經常說 從來都沒有三權分立 這些是那些 英國人臨走愁 洗腦搞出來的矛招 現在我要問問題 梁主席 第84條基本法 那裡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照本法第18條規定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審判案件的時候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裁決可以參考 他真的可以參考其他普通法的案例 但我見到很多的律師在法庭爭辯的時候 甚至法官裁決都大量引用歐盟的歐洲人權法庭的裁決 歐洲不是普通法的 是大陸法的 他們有沒有違反基本法呢 這點會不會提出跟Lord Hodge談談呢 Lord Hodge的法律基礎很欣賠 因為他是蘇格蘭人 他讀Roman law 蘇格蘭的法律是Roman law 我想這間房只有一個人在蘇格蘭讀的書就是我 我的roommate就是讀Roman law 將來的法官是引述歐洲人權法庭搞得又長又侵 有沒有什麼必要 浪費紙呢 是中�bye 哪裏回應 中央長 domest肯的法官 ache 當然普通法的一些審判引用也有根有據 但對於非普通法的地方,包括歐盟那些 其實有一些法律的原則 跟我們香港實行的普通法都是一些通用的原則 所以在那裏有一個draw reference也好,或者有些借鏡也好 似乎都是這樣的,當然在座當中有很多法律的專家 葉劉淑儀議員 其實據我了解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 就是不喜歡被歐洲人權法庭指生指逝,認為影響它的主權 英國就快要脫歐了,英國也不需要跟歐洲人權標準 歐洲人權標準某些方面是超高的,英國也不想跟 我們將來的法官有沒有需要這樣再引述呢? 這些或者你也是行政處長提出來和大法官討論一下 主席,我想說一句,有時間嗎? 你有時間 我們議員有不同的信念是沒有問題的 但不可以混淆事實,事實是怎樣就怎樣的 的確回歸前是沒有三權分拔,這些是事實來的 行政機關是控制的立法局,所以那時候施政這麼暢順 我覺得議員可以有不同的論據,但不可以混淆事實 誤導我們下一代 好,接著就是陶錦珊議員,葉建言議員有什麼問題? 你先給他一個麥克風 聽不聽到? 主席,剛才何君堯議員說我是蠢人 他的說法是說,基本法第48條就有行政主導這個說法 不如這樣,葉建言議員,你這個問題 這個對我來說,請主席,裁判一是否一個冒犯? 因為他所說的48條,我看暈了,我很認真看,沒有這四個字 基於一個錯誤的事實,自己搞錯事,還要批評人,還要說蠢人 這是否一個冒犯? 這是一個大家相互的判斷和表達的問題 48條,我也很熟 我希望你再按按鈕,你在第二輪的時候,你清晰 講清楚我給你講,好嗎? 就這個就不是我要,我是不覺得 需要就這個問題,對著你們兩個對於48條的理解,作出裁決 他個人怎樣形容,你有沒有說錯基本法呢? 這個是你們,待會自己各自可以按第二輪 然後是陶謹申議員,我已經作出裁決 關他咪咪了,我已經作出裁決了 陶謹申議員,你們的爭辯,待會第二輪 陶謹申議員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說你蠢人 請你繼續講,講完先 你可以繼續,你是一個資深的議員 不應該這樣去動氣,你快點用你五分鐘問今天相關的 因為如果你認為蠢人,說另一個同事是蠢人,也不是一種的冒犯 我已經作出裁決了,希望你繼續講相關的議題,也不要轉移視線 我不會說梁美芬是主於蠢人的 那你應該是聰明一點 是,雖然事實上,事實上,梁美芬是蠢人 是,事實上,陶謹申,麻煩你繼續 好,這樣,剛才有同事 是,何君堯議員 給他一個麥克風 首先,我說蠢人,我沒有指名道姓 誰認為自己蠢人就是對號入座 但是剛才陶謹申,他就說,第一聲就說,主席我叫他蠢人 然後呢,也不是很清晰,然後就說,我不會說梁美芬是蠢人 但是,第三句,他說,梁美芬你是蠢人 那這個第三句,他簡直是冒犯了主席你 這個就對得很清楚 所以,你聰明和蠢就從你自己的表現裡看得到 但是,剛才他那個說話,簡直是冒犯了主席你 所以我要求他收回 好,何君堯議員 要求陶謹申議員收回 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這個胸襟 我不想浪費議會的時間 更加不應該在這些無聊的事情裡繼續糾纏 我希望陶謹申議員 作為現在在這裡最資深的議員 請你繼續問相關的問題 因為議會的時間和資源是很寶貴的 我很多謝何君堯議員 你亦都表達了你的意見 好,陶謹申議員繼續 其實我在一直問的 不過是陶謹議員說規程問題的主席 OK 剛才我要講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就是有同事質疑某些實施普通法的地區某些公約的情況 我覺得香港基本法都說明是普通法繼續適用的 第二點就是有位同事周浩鼎議員 他就說你這個外來的法官 夠不夠資格來認識一國兩制呢? 這裏引申兩件事 第一就是 政府就要說 他密識這些所謂的海外法官的時候 他是怎樣去找 以及他相信 他們是沒有足夠的司法能力 法律的認識 去認識香港的憲制 因為我知道很多德國望重的海外大法官 其實他不只是坐在香港這個中心庭 有些也有同一時間在書物園 坐在另一些地方上訴的機制 其實到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憲制機制 那我就不太相信這些那麼資深的法官 要處理香港的問題裡面 是不認識香港的憲制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共產黨有特別的憲制 周浩鼎議員 是不是暗示 是不是要去中央黨校 來學習一下 才可以認識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不如問一問政府 因為其實我覺得 由這幾位出席的政府官員來回答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很難為他們的 很可惜我們沒有辦法能夠 有一些場合可以問到這些問題 即使我們在立法會大會裡面問 其實他也不是那麼容易回答得到 代表司法機構回答的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如果既然有同事 竟然是這些已經是世界級的 可以這麼說的法官 他也都看不同的地方的憲制的秩序 和上訴 那如果有同事質疑的時候 那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問一下 是不是政府 想著怎樣 是不是安排這些法官去中央黨校培訓一下 才做呢? 中央長 主席… 主席… 想我回答… 啊主席… 在東西回答roads 讓我回答來 diligent 極輝書 在當代回答某些議員的提問的時候 我都提及過 因為這個在中審法院引入 海外非常任的普通法官制度 已經有回歸以來恆之已久 在現在我們的名單上 原本已經有13個現任法官 加上賀思義芬是第14位 一直以來他們都是 我們推薦出來給行政將官任命的 這些都是國際上普通法 一些地位很崇高的法學專家 我們其實沒什麼理由去質疑他們 是不熟悉《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 因為這麼多年以來 來自英國、澳洲、紐西蘭這些司法人員 參與中審法院的審訊 都已經數以幾十至幾百個的原訊 每一次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之外 其實他們都有參與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方面 就不成為一個問題 剛才我都說過 因為是一個合議庭的作用 來到香港對於每一個個案 仍然可以根據個案的資料 或者大律師提供的資訊 可以行使到他獨立的 專業的司法的才能 謝謝主席 童家山議員 我剛才說你是蠢人 其實我沒有資格 因為我比你更蠢 我當時所提醒你 其實說人蠢人應該要裁斷 我絕對不希望這個議會浪費時間 用這些我認為 不是我希望見到在議政裏面的質素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回到 我們顯示 尤其是今天是說委任資深司法任命小組 我希望我們顯示到我們的風度 顯示到我們的質素 我們是…好嗎? 大家呢…我都不計較 你們自己 所以我說我給你們第二輪發言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有機會會後我們再談 好嗎? 我剛才已經說了 對於剛才這些是不值得在這裡再那個時間去討論 接著就是楊岳橋議員 謝謝主席 很可惜 學識冤博 有資格做特首的葉劉淑儀議員 不在席 我覺得大點也好 一定要回應 整天在說九七前 很想念九七前嗎? 只有他才把九七前放在口邊 我們要記住 我們已經回歸了祖國 九七前的東西應該抹掉 只有他這些人 經常把九七前放在口邊 我覺得很錯 第二 以前那個這麼壞的彭定康做些什麼 應該放在一邊 應該是我們開創新天地 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 是一個偉大光明正確的決定和新的局面 但是那天那份文件寫什麼呢? 就是寫九七回歸之後 香港三權分立的 那就是那份文件有錯 但是那份文件 不可能沒有經過我們中方 和當時香港特區政府 準備就任的官員去看過的 那就是他們失職了 但是葉劉當時也是港英政府 過渡到九七回歸之後 新政府的一部分 一定與他無關 所以我覺得他有資格做特首的 第二就是一定又要說一說 雖然葉劉淑儀議員也是不在席 但是也要說一說 雖然只有他才在蘇格蘭讀過書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忘記了 其實蘇格蘭人在一七零七年 已經與英格蘭合併了 即是什麼呢? 即是說comment law 都是在蘇格蘭 是 applicable的 那如果他不知道 就看wikipedia 我也是這樣看的 主席 三權分立幾個字 雖然基本法沒有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 九七年七月一日那份文件 既然有寫 過去這麼多年的案例都有寫 你現在說錯沒有 不要緊 你說行政主導才是基本法 裡面寫清楚的 但是行政主導四個字 在基本法也沒有 就是說你認為對的東西 就基本法沒有都有 你認為不對的東西 就算行之有效了這麼久 你都可以說沒有 就是這些這麼暫生的概念 為什麼我楊岳橋一定做不到 中心法院法官呢? 就是因為我不能夠掌握這些東西 那我真是想知道 何知而昏著 你們會不會在他上任之前 會找些人教一教他 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會不會跟他上一個堂 還有這些這些鬼佬啊 鬼婆啊 沒有不尊重的成份 我用通俗的語言去解釋他們 會不會給他們上一堂 會不會給他們上一堂 選一些對的 像剛才圖根新議員說 去黨校 中央黨校教他們 講他們 一定要用普通話 要不然我怕他們不明白 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跟他講講 香港的實際情況呢? 會不會跟他講講 這個國安法是完全符合所有的 人權公約啊 憲法啊 如果這樣講 要加上憲法的 人家是外國來的嘛 他哪會認識中國憲法呢? 人家是外國來的嘛 一定不認識這個基本法 我想知道啊主席 即是這些新的法官 無論這個賀之以也好 將來陳之以黃之以來也好 是不是每一個外國的 都一定要跟他上一堂 讓他知道香港的實際情況 但如果要跟他上一堂 那叫他來幹什麼呢? 他都不認識的啦 是不是這樣呢?主席 是哪一位? 我們必須請 主席 剛才我回應其他議員的問題 相類問題我都講過 其實賀之以分帳也好 或者之前在我們的名單上面 其他非常任的普通法法官也好 他們每一位都是在國際上普通法的專家 他們都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最高的法院裡面 是一個很高的地位 很超處的人士 我們會相信他們是每一位 所以來到香港都會運用他們 在普通法上面的專才 加入公審法院每一個個案 在審議的時候 是可以幫到去運用他們的司法才能 是令到我們每一個審訊 是一個更高的司法水平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去擔心 他們是不熟悉一個兩制或者基本法的 董事長 其實邏輯就很簡單 如果你判案是用普通法的原則 和邏輯和根據案例去辦事 就不會有問題 現在有些人大驚小怪 左又驚右又驚 是不是因為他擔心 國安法根本又不是普通法的原則去創建出來 所以他就有這個擔心 是不是他擔心現在在新時代底下 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不是那種我們所認知 一國兩制 基本法的閱讀 不是用普通法的閱讀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有些人 要擔心 左驚右又驚 要跟他們上課呢 根本這些 就是他們問那些人 本身有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剛才那些說法 主席 好 接著是我本人的時間 首先呢 我就是 會是支持這次任命的 下海之以著思 但是我是要追政府的功課 我想我們有很多次的委員會 都討論過 當你是提名一位的法官 無論是外國的法官 海外的法官或者本地的資深法官 我看回過往的紀錄 只有2003年的任命 你看回付六一 當時政府當局是會提供什麼的資料 一、推薦任命人選的重要著作 二、獲推薦任命人選曾作出的判詞選擇 尤其是普通法 那些判詞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每一次在委員會 都講過這個問題 我起碼本人作為這一類委員會的主席 已經是起碼提議過三次 你們每一次回去抄了紀錄 每一次都沒有這麼盡 今次我詳細看錯 我看不到有什麼判詞 重大判詞 今天我們在講的任命人選 它是有很豐富的司法經驗 也都會看到它在商事 在各方面都是我自己判斷 只可以說 因為你們說 剛才那些議員問你們也都答不到 有什麼專長的法官 香港還是缺乏的 你看到是民事、信託、司法、行政 都是很豐富的經驗 而我自己看下去 我相信它是作出一個很清晰的判斷 甚至它可能對於香港回歸一國兩制 因為它的年齡 它都有一定的理解 所以它有自己的判斷 法官是不應該因為那些政客 在外面講來講 它會影響它的判斷 英國的政客是怎樣 如果它是自己能夠作出清晰的判斷接納 我覺得它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 現在的問題是你們交的功課 我們想看看它的判詞 不是應該我們去互聯網找的 互聯網的資料是不充分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剛才陶謹申議員說 是否這些法官來到 是否要去中央黨下不用的 我們有個司法教育學院 在香港 會不會我也有個要求 我認為這些在海外來的 大家是雙方交流 將來都可以有交流 我們不要說要去演講 還是什麼 大家可以有交流 一國兩制要成功 都是互相交流 至於剛才大家說 譬如它 怎樣密切這些人選 你們這麼久都沒有正式 好好地回答我們立法會的問題 所以梁繼昌議員說 是否一定必然接立 如果你自己都是這樣說 那你問的東西 政府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應該準備得更加好 至於我們各位 包括我本人都覺得 當然要看那個任命候選人的質素 但是多次大家提出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 很多我們有些重要的法律出版書 那些法律出版書 都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些大的出版社 出版的 他們都一樣有很多普通法的配例 而且在亞洲的地區 我就不相信 一個有份量的都沒有 有沒有找過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這個過程 這個程序 所以這些我是希望 我們每一切這些委員會都提 但是你們每一次回來 都交不到好的功課 這些是2003年那個 你就只有2003年做過 那麼多年來做 為什麼這樣漠視呢 此外就是 就是在他判案的適合性 因為他在英國 是這麼重分量的一位大法官 那他判案的時候 我認為如果他審了那些民事 商事 我就很歡迎 我覺得人盡其才 那麼我們基本法 都是歡迎有海外法官的 但是你說萬一有時是有利益的衝突 這個我希望編排審案的司法機構 一定要注意 以免就引起社會很大的意見 那麼他絕對這麼多飯 他絕對選到一些 是不會引起大家的爭議的 最後我也要補充 香港其實不是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 但是我們一切都是根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是他的行民 其實立法原意是行政主導 也都是司法獨立 以及有非常強大的一個三權互相制約的機制 所以大家不是糾結在一個形容 兩個字都不在基本法寫了 就是看基本法的條文 這個就是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的大智慧 今天你們走去全部就不是講基本法 但是你說基本法都要有一國兩制那個元素在 那麼基本法其實除了你們看的條文 還有一國兩制的元素 夾在一起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們想保持的司法獨立 香港想要的行政主導 一切都可以做得到 我想現在就是去到第二輪的時間 我也想時間給大家 第二輪第一位是張超雄議員 好 麻煩主席 你們就喜歡講行政主導 我們就喜歡講司法獨立三權分立 那你就說三權分立沒有寫基本法 但是我們都看到了 在基本法裡面也都沒有寫行政主導的 那麼何君堯議員說 基本法第48條說 寫到明是行政主導 他果然是另一個層次 他看到的東西我們常人看不到 那麼這個行政主導與否 或者三權分立與否 好 我想重要的就是 其實在說獨立 司法獨立 即是他不需要受行政 或者是立法或者其他權力的來源 是影響他的獨立判斷 而因為他有獨立判斷 和有獨立的權力 所以他是發揮一種制衡 正如主席你剛才說 那個三個權的互相制衡是重要的 制衡的意思就是說 不會一個權獨大的 就算你說的行政主導 但是行政長官是不是可以大了 就不用受到立法或者司法的權力的制衡呢 當然不是 政府的很多行為都是可以拿上去法院裡 市民是可以對政府的行為 包括行政長官的行為 當然他的言論 他的政策 是作出或者他要定立的法例 可以作出司法覆核 這個就是那種的互相制衡 權力的互相制衡呢 就令到不會有獨裁 不會有一黨獨大 不會有一個人獨大 就是做皇帝 這個就是現代社會人類文明 我們這麼多年的智慧 讓我們知道權力的確是會使人腐化的 所以必須要有制衡 而今天我們這個任命呢 其中就是關注到 究竟海外的一些普通法的司法系統 或者司法管轄區 他們的最高的頂尖的人才 這些法官 還信不信賴香港 仍然在行一套有司法獨立 和有法治的一套制度 如果當這套制度受到衝擊的時候 他們就要出聲或者甚至不來 正如 就是Lord Reed 又說這個關注 這個國安法 就是令到我們一國兩制變成一制 才會引致到這麼多海外的法官 或者其他的司法管轄區 對香港不信任 所以我希望當局好自為之 不要再不斷去破壞 去說一些言論 令到海外失去信心 好 梁繼昌議員 主席 我想我要回應葉劉淑儀議員的一些看法 當然 我們的葉劉淑儀議員 就是香港大約一級榮譽畢業的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 我想一級榮譽畢業的議員 都沒有 完全沒有 他的解讀 我是會理解的 但問題是 他講述了一些普通法和大陸法 究竟是不是真的河水不犯井 所以其實未必是這樣 因為很多國際的協議 國際的公約 其實我們在審判一些普通法的案例的時候 我們都要顧及引用 我當年也在英國讀書 我有一位老師叫Professor Roslyn Higgins 他是一個普通法的御用大律師 但是他是第一個在國際法庭ICJ 做法官的女性的法官 還有他後來是做了這個ICJ的President 其實他是以一個普通法的背景的一個大律師 升任一個國際法庭的一個大法官 所以其實我們在審理一些和一些司法官大區有關係的一些案件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引用一些國際的協議 包括一些國際人權公約 或者一些國際法律上一些行政的協議 比如說New York Convention等等 我們是要看的 不是說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浪費時間 這些我想不是一些可以成立的論據 其實兩個的法律系統是不斷有影響 也有不斷的交流 這個我要以正時停 還有蘇格蘭是不是一個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 我想大家在Wikipedia去看看都知道 當然可能葉太當年在格拉斯哥讀文學碩士的時候 可能她同房真的讀那一科叫Roman Law 其實大家都知道就算英國的司法系統都會受到Roman Law的影響 因為英國也是受過羅馬人的統治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一點 還有我們的法律系統 除了我們的case-based law和equity之外 其實我們是有statue的 立法其實就是類似大陸法的一些物體 因為我們的statue的確是 我們把我們的一些法例寫了出來 即是羅馬人當年 就是用一些成文的法例去管轄他的子民的當年 就是這樣 好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時間 我們就是現在劃線了 那我就希望大家如果想在第二輪 或者還未發現的就按鈕了 好嗎 好 接著就是何君堯議員 主席 我也都很想行政當局 我們JORG 或者Judicial Administrator 在下次提供那個B list 即是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非常人法官那裡 我們現在連同Hoch 就十四個 究竟他們的 他們出席參與我們香港的那個司法的發展 法律發展 那個 他的密度有多高呢 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因為現在我們列了十幾個出來 很榮幸 有他們的支持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他們在我們這些案件裡面參與的次數有多密 那我看回另一個表 就是2019年來講呢 Qual Final Appeal的Case 數字還Drop了 Rekord High 應該是2018年 差不多成 有四十宗 三十幾宗 那現在跌到二十幾宗 那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是不是每一單他們都會過來 是平均每個人坐一次還是坐一次半 還是怎樣呢 這些我看不到 我覺得應該要給我們有一個全面的一個 一個知識 那第二 我剛才說 你們在選聘人的時候 一定要考慮政治上的那個含義 尤其是Robert Reed 剛才那個 Robert Reed 那個那個 那個言論 他作為MPJ發表的那個言論 和他的身份是不符合 談到說現在這班法官究竟他對 基本法有多認知 不要說他們 我們立法會議員天天在鬥 鬥著法例的 Basic Law都不熟 梁繼昌他問什麼 我拋拋他481 實際上如果你有勤力一點點 你看到42就知道 42講什麼 不用我讀吧 42講什麼 43條 不用我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是整個區的首長 是不是 那就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就是43條寫在這裡 在這種情況裏面更加彰顯了一樣東西 我們行政處 好政府都好 任何法官 你以為真的會樣樣認識什麼 我知道我們以前教法律的 學法律的都是這樣說 不是你要記好所有法律 不過你要懂得懂得去找 但是也是終身學習 所以來到的時候要設立 剛才主席你提出 有這個法官學院 真的一定要認知 適用於香港法律的有多少種 大概有四大種 第一就是根據Basic Law 寫明第18條 Basic Law自己本身 第二就是article 8裡面所講的原有法律 行平法、普通法 第三種就是全國性法復件3 國安法就是我們法律的部分 你怎麼會有排他性呢 第四個就是釋法158 掌官行政主導已經是4月3日寫了 再說一句不好意思 但是司法獨立這個不是真的要獨大 我們講的是審判的judicial power 還有一樣東西 在整個司法系統在1997年之後 已經演變了是什麼 頂級那個是NPCSC 搞清楚 要告訴他們他們他們不知道 我可以我法官都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有CPD 好了好了 接著是郭榮鏗議員 多謝主席 有時候我覺得人生這樣浪費 就真的很慘 就是神祖流流要聽一個傻佬 在教我們憲法 就是這個我覺得 作為議員這樣浪費真的很慘 其實要一個在法律界 根本上聲明是掃地的一個人 在說什麼為止 我們的憲法秩序 這個簡直是可笑 也是我們議會的一個恥辱 那些不要說了 剛剛我聽到有一個說法 就是要成立一個所謂 司法的學院 去教這些外籍法官 怎樣去看香港的憲制秩序 本人代表法律界 是極力反對這個建議 如果你認為這些法官是不適合去做中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你根本上JORC就不會去推薦這些人 也都不會考慮 如果他考慮得 推薦得 為什麼還要去質疑人家 究竟懂不懂得香港的基本法 懂不懂得一國兩制為何物 懂不懂去看過去香港法院的案例 和懂不懂普通法的一些基本原則呢 其實葉劉淑儀經常說 香港是沒有三權分立的 即是他不是律師 他沒有法律背景 他無知 我不怪他 不要緊 很多人都很無知的 但是就不要知少少 扮代表 這個是我對葉劉淑儀的一個忠告 如果他不懂得什麼是三權分立的話 有一堆案例 他來我 犯事處我隨時印給他 加上highlight給他 哪些是重要部分 可以看一看 大家交流一下 不要緊 我不介意浪費這些時間 但是就不要經常說 九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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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之後 我們的憲制秩序 寫得在基本法裡面很清楚 如果你經常說 九七前 九七前 我們都沒有ICCPR 九七前 我們都沒有CFA 九七前 我們都沒有很多東西 是最後那幾年 可能 是回歸之前 英國人戰 落實的 之前那百幾年的憲制傳統 可能之前都很不同 那你說回那些 做什麼呢 對不對 不要知少少扮代表 你不懂的你可以問 不懂的 有人可以教你 如果你要是用這個 我們這個司法人員任命委員會 去發表你自己個人的一些 憲制的看法 麻煩不要浪費各位的時間 今天是很清楚做 要做些什麼事情 是很清楚 如果你反對的話 你就出聲反對 不要說自己那些憲法的 所謂的看法 省一點 許智峰議員 我很務實的 我不知道主席 你會不會再開多次會 還是今次會就做總結 但是我剛才問的問題 沒有得到答案的 所以我要求 有個清晰的書面答覆 第一就是 因為英國有32個議員 去提出反對 我知乎法官來到香港 出任我們的法官 現在 是不是有最新的情況 他的議員是不同了的 我認為政府 我要求政府 要去信再問 如果政府等一下回答 我說你不會去信 我覺得本小組委員會 都應該要知識 可能我們去信 要去問 第二就是 剛才我問到 有一件事 建制法議員說得對 可能我的法官 真的不瞭解香港的情況 他都不知道 香港國安法底下 然後他來到香港 都不知道審不審得 國安法的案件 他都可能想像不到 在普通法國家裏面 然後行政機關 一個人可以決定 哪些官可以審 哪些官可以審 哪些官可以不審 他都想像不到 來到立法會 來到答辯的 就是首席的官員 他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名單 特首有沒有 弄了這個名單 在終審法院 哪些官審得國安法 哪些官不審得國安法 我都不知道 我想我知事法官 都是未必知道 這些情況 如果知道 這些情況下 他是不是都會來 他知道 他來到 審不審得國安法 不清楚 是匪夷所思 所以我覺得 我對政府的要求 就是你書面回答我 我正式問你 在終審法院的層次 哪些官 已經有一個名單 審議國安法的名單 這個名單 這個名單 又如何安排 準備了 第二天會來 包括我知事法官 這些可不可以審案呢 有沒有空間留給他們呢 這些我們全部都要知道 我希望有一個書面 答覆 在這個書面 答覆這兩個問題 得到這個資訊之前 我都沒有辦法確切說 我支持這次的任命 謝謝 謝謝周浩鼎議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剛才都留意到 葉太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中審法院的法庭 或者我們過去很多法庭的案例去看 都會有機會引用到 一些歐洲大陸法的人權案例 其實這個背後正正印證了 很多時候法庭或者法官 判一宗案的時候 是他對那個法例 演繹他的背後的理解 還有那個背後的哲學 所以我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是說 只是一個簡單 搬自過止去理解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是他背後對於這個《一國兩制》 對於我們這個憲政秩序 他背後的理解是如何 我舉一個例 其實如果在 比如說最近很大的一宗新聞 美國有個大法官 聯邦法官 在那個參議院那裡 接受一些質詢的提問的時候 問這個巴黎特這個法官的時候 你們留意一下 其實在聖課那裡問的問題 人家就是問他 究竟如何去理解美國的憲法 他要找出 究竟他對這個法律的背後 哲學的理解是怎樣 因為這套憲法 他怎樣演繹 他怎樣看呢 是直接影響到 將來的案判出來 那個社會的價值的反應 就是他怎樣去理解美國的憲法 所以 我覺得這就是所謂的 法律的問題 我就在這裡提出的觀點就是說 其實你們當局 在外聘這些非常任法官的時候 將來 你會不會有些機制 去跟他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和他探討 就是我講的 你怎樣探討 他背後對於法律的演繹 或者背後的哲學的理解 是 是不是真的正確的認識 我們這個 一國兩制和這個基本法 不是只是簡單的搬治過止 其實真的要理解 我們整套一國兩制 在國家憲法 在基本法底下 我們這個憲制秩序 背後的哲學 那個judicial philosophy 我現在提出的 是這個問題 我希望你們可以回去 聽聽這個觀點 謝謝主席 好 編委回應 中署長 秘書 是 主席 對於剛才周胡錠哥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每一次 向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向司法人員 那個 任命委員會 他推薦委員會 做了一個推薦的時候 都是找到 當下作得是最適合的人才 然後就給這個委員會 推薦委員會 做一個很詳細的討論 包括他那個 司法的經驗 他的專才 在普通法上 他的地位等等 然後再向行政長官 作出一個推薦 所以我們覺得 每一次經過一個 這麼嚴謹的程序 而作出那個人選和任命 應該是對於香港 那個司法界 他來到參與 終審法院的審訊 是有一個重大的貢獻 多謝主席 好 跟著是葉劉淑儀議員 主席 很可惜 郭榮鏗議員 就出去了 不過我想指出他 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 他說 97年之前沒有ICCPR是錯的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根本不可以直接 落實ICCPR 但是在1991年6月7日 我們通過了人權法生效 已經透過人權法 落實ICCPR的條款 所以郭榮鏗沒有檢查清楚事實 剛才他說 我不是律師 沒有權說三權分立 其實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概念 是political philosophy 不是一個法律概念 其實最早提出要有權力制衡的 權力不可以集中在一個人 或者機關手裏 是Aristotle 然後到啟蒙年代 John Locke Montesco 在美國制定憲法的時候 James Madison 也是極力賺要鼓吹三權 是權力制衡的 我們香港就沒有三權分立 但絕對基本法是有權力的制衡 因為為什麼立法會可以彈劾行政長官 立法會可以發還政府拿出來的議案 如果我們多次都否決這個議案 行政長官又可以解散我們 我們又可以讓他下台 很多這些制衡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草以基本法的時候 在美國的制度上 我想當時有些草委、資委 是建議加入去 所以我們絕對是有司法獨立 和權力的制衡 但沒有三權分立 郭議員就說 他有很多資料給我看 其實我已經做了keyword search主席 我已經把法院的judgment 有提過三權分立 我家裡也有大本 那些重要的裁決 包括梁國雄高 立法會主席等等 居留權等 有提到三權分立 我已經有整本回家裡看過了 我發覺很多法官提及三權分立 有些情況是orbiter 即是想扭開 有些就是不理解他一個政治概念 和司法獨立無關的 主席我想你都明白 為什麼法官有這樣的誤解 因為你知道香港讀法 是一個本科生 undergrad degree 不是一個graduate degree 不是北美洲 很多人讀classics 讀PPE才讀法 所以學問基礎是廣闊一點的 雖然國議員不在 我想說的一樣 我挑戰他 我看過Lord Bingham的rule of law 我完全看不到有一段話 司法獨立有三權分立 只可以實施 如果他要找到一段這樣的理據 我請他吃飯 我相信他找不到 我最近在看Sir Anthony Mason 講澳洲的法律發展 都沒有提三權分立的 這是一個政治概念 根本不是法律概念 好 那我的時間 第一我想說 我要求委員會 委員會要求 我自己也本人要求你們 要補充那個賀子儀法官 他那些精彩的判詞 做回這個功課 第二就是 其實香港現在已經有司法教育學院 我們其實不用說 你去交流 那都是這麼抗拒的 大家其實世界上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官 經常都有交流 請專家來演講 即不需要一定用敵意 又或者特意要將它上綱上線 去到一些政治好 政治敏感的層面 不需要為何要成立司法教育學院 就是更新的 我們就算是律師 都需要CPD 自己也要增進 尤其是香港 確實有很多的判決 牽涉到一國兩制的時候 是有爭議的 我自己 都是同意葉劉淑儀議員的說法 其中一樣 三權分立 它是一個政治的描述 最重要的就是看法律的條文 我是很想在這裏講 你用不用三權分立去描述 基本法提供 三權互相制衡 是一個很powerful的mechanism 現在一樣 基本法沒有改變過 但是你不是 經常講來講去 為什麼會出現什麼呢 就是你將這個三權分立 本來大家俗語講一下 好像沒什麼 講一下 那種的情況是去到 好像挑戰國家 一國兩制的底線 又或者那個 這麼有效的三權制衡 我們應該珍惜 的確你看基本法就知道了 三權 司法怎麼會目獨立 司法仍然是獨立 但是我們是有一國兩制 譬如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主權的問題上 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上 它是有解釋權 是吧 中央人民政府 在一些關鍵的情況 它有一個 好像特首都是要雙重的 它無論向香港市民 和中央它都是要負責的 是吧 那你在立法會 我們那個制定法律 其實在17條 我們是完全 以往23年都沒有試過 希望以後都不會這樣的情況 你不可以制定的法律 是違反在基本法裏面的 中央地方關係的 你自己看清楚第17條的豁湖3 所以其實所謂你們說一定要 究竟是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呢 其實我們在平時 學術討論下來可以說 其實最重要關鍵是看法律 看基本法寫了下去 一直都是行之有效 沒有變過的 只不過在理解上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是沒有考慮到 在一國兩制底下 基本法裏面 其實是 中央它都是在 牽涉中央地方關係和主權問題上 它是可以保障主權的底線 它有權在基本法 因為梁繼昌議員很想第三輪 我是說今天盡量 我知道這個是我們今天參加委員會的委員 都是很有興趣要說 我就讓梁繼昌說一分鐘 你快點急口令 快點 你開麥克風才可以急口令 三權分立其實是一個標題 我想回應一下 其實不會有一個concept 三權分立 當然Montesquieu初初是提出的概念 當然美國的三權分立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都是個政府的institution 而英國的三權分立就是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但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不能說三權分立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城市 這個特區裏面 三權分立是有這樣的形式和概念 當然你說中央當然沒有 但是我們不能夠否認這件事存在 當然你們對三權分立是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發展 那是一個label 我想大家看看 港大陳祖惟教授那篇文章 其實三權分立是有不同形式 形態存在 但是我們不應該說這個概念 就是錯的 這個概念的的確確是存在 在這個城市裏面 好 我明白大家應該針對 就是基本法裏面的 今天很難再談完的 將來有機會再講 我要補充一些housekeeping matter 然後我就會問大家 同不同意 何君堯議員 他有一封信函 其實在會議當中 我當選之後就寫了給我 我當然沒有時間再給你去說 我就會circulate 因為他問的問題是相關性的 關於司法任命委員會的一些運作 剛才我提到判詞 或者各議員 不同的議員都要求你有些是書面的 我覺得回去你們要做這些補充的資料 因為你們要上去大會 是得到立法會的同意的 現在我就會正式問大家 有沒有人反對這一次的推薦 何志義大法官的推薦 如果沒有呢 我就視為我們委員會 是 我再問你是反對的嗎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未收到我所需要的資訊底下 我不會支持的 好 那就許智峯議員是不支持 何君堯議員是不支持 還是 是不是不支持 我是表示棄權的 何君堯議員表示棄權 我們紀錄在案 那我就視其他的委員都是支持的 那就是 支持 那我就在這裡 很感謝大家 這兩個小時的會其實就很有意思 那就是談了很多問題 是談不完的 有機會我是覺得這些問題 我們都值得去討論的 何君堯議員 之後可不可以給少少時間說 AOB 都是相關 AOB 好 你說吧 主席 主席 大家都很關心三權分立 行政主導 這些 我們自己做立法的議員 周不時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我們應該要什麼 不斷學習 不會自滿 好像郭榮鏗那些 不要再說這些 我現在就想說一件事 我們是說你想有什麼AOB 在43條 我希望政府都在這個立場 因為特首已經說了 他上次說了4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特首為首 這43條是什麼含意 我看就是行政區 所以他應該要拿上來 第二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PJ 何君堯議員 你那封信已經交了 我們今天也會議結束了 我們在會議之後 就直接跟政府去講 好嗎 我鼓勵大家自己再繼續溝通交流 那本會議結束 多謝大家